歡迎來到米奇下午閒聊時間 這裡是 足夢家Dreams Boomer 我是Micky 大家有看到我戴這個口罩嗎 現在目前我們台灣的疫情 也面臨所謂非常嚴重的考驗 那在日本 我老婆她們老家在大阪那邊 以及整個日本 但是其實的案例其實大大的增加很多 其實蠻可怕的 那在錄製這支影片的時候是5月18號 那應該是這個禮拜會上 其實我們雙北剛剛好進入了三級簡介 那在這麼重大的災情中 我們究竟要如何去應對呢 所以想要錄這支影片跟大家聊聊分享一下 當然 去年我們剛開始有疫情的時候 我有針對公司營運的部分 有面臨的一些疫情 如何去應對 那有興趣的話可以進點擊去看 OK 那我們來聊一下 怎麼樣化為機為轉機 Let's go 其實我覺得第一個重點是 能不能利用現在短帳 你把它當作是一個 突然莫名的被你的老闆放假的狀況 你去思考說你能不能去培養 全職以外的謀生方法 嗯 因為在現在狀況如果是實體 例如說像飛機航空業別啊 或者是某些餐廳啊 或者什麼健身房等等啊 嗯 很多人可能會因此現在的疫情而失去的工作 但是你如果能夠藉此找到這個時間找到一個 或培養出你自己能夠遠端接案的某個能力的話 其實能夠藉此累積一些經驗 那當然如果未來你無法保證 會不會有這樣子的事情在發生的時候會影響 譬如說不管是從經濟面啊 或者你的家庭面 或你的個人面 這些大事件 你都有因為有了遠端接案的這種能力 變成你的競爭力的很重要的一環 那我的建議是 例如可以花一些小錢 比如說上好啊或優塔啊 或者是其他的課程 那或者是你甚至可以找到一些 呃老師可以一對一 可以訓練 譬如說你的一些外語能力 不管是你本來就會一點 你說德文啊或日文啊甚至英文啊 你可以讓他 讓他變成是你的強項之一 那如果這一個能力能夠結合你現在的 專業技能的話呢 他就可以開發出一種新的技能組合 搞不好又是一個能夠新的很好的一個賺錢方式 那甚至是說 你可以因為這個新的契機能夠轉跑到一個新的職業別 也說不定 那當然 最重要的是 立刻開始 馬上你就因為有這個能力 你能夠做遠端接案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方式 其實第二個方式呢 坦白講 除了你的專業培養出來呢 第二個方式有可能我會建議是 培養你的第二專長 或者是興趣 看看有沒有辦法把興趣轉換成你的專長 或者你的專業 往那個方向去跑 那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很多人 雖然是失業或者是工作量減少 但是 你自己 是可以運用的時間就變得相對比較多了嘛 因為可能在家裡待了比較多時間 那也因此你能夠刻意地培養一些第二專長 或者是興趣 要討論到 你要仔細地去思考一下 你真正理想的一個工作方向到底是什麼 那去培養的興趣變成你的專長 或者是專業來講的話 它需要是一個時間 跟一個經驗值的累積 然後慢慢來去驗證這個可行性 不妨你就是去思考一下 你可不可以藉由這個機會呢 這個空間 這個時間點去摸索一下 你自己的方向 是不是你現在的方向是最好的 還是你有其他的方向跟其他的可能性 是更好的呢 去開發一下你自己的新一波的一個價值成長 然後去培養出新的技能 那當然也許你平時就是東跑西跑啊 可能你根本沒有時間看書嘛 看看雜誌就差不多了 你也沒時間去整理你自己的一個技能鏈啊 或者你的姿勢系統等等的 但現在呢 可能是一個很好的時候 可以沉澱下來 然後好好去思考一下 因為你可能目前來講 Maybe你有兩週的時間 那你可以好好去讀基本 你本來就很想要知道 你又買了 你有這個動力 可是因為人生很多事情割單了一下 把它放在旁邊的這一本書 你可以去寫一下 你原本就很想要寫的一些內容啊 或故事等等 或者是你可以去玩一些 你本來就很想要深入去玩 你說撒偏門一點 什麼ARV啊 虛擬實境的這種軟體等等的 那現在呢 看書 充電 加上產出內容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好的時機 因為某個部分來講 你每次讀到一本好的知識 好的書 其實一定會讓你 對我來講就是讓我覺得 我自己又在成賞了一點 那現在你會可以看說 現在這個世界是 當你原創的內容 它其實是一個 你如果想要往知識專家 這個方向去跑的話 它是一個最容易產生 價值的一種 信任資產 那這個信任資產呢 當然你累積了很多 比如說網路相關的 各種工作啊 例如說 比如說設計啊 寫文章啊 行銷的這種 影片分享 或者Podcast分享等等的 你其實就是在做自己的個人品牌 你把你的專業知識 萃取出來 然後把它轉化成為 網路課程 做一些變現 這也是一些其他的可能性 你可以去思考一下 第三點 其實作為一個 曾經的工作狂 我其實多多建議是 多多賠賠家人 當然有些人覺得說 哇 我 我不工作 我就沒有錢嘛 但換個另外一個角度來講的話呢 就是說 你的家人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大多數人 因為工作非常滿路嘛 那你可能跟家人 可能因為就是地理位置 大家都離很遠 心也越來越疏遠 甚至有可能因為家庭關係 因為這樣子沒有常常見面 然後沒有常常大家去很熱絡的交流 所以關係也並沒有那麼好 那所以因為現在疫情關係 你可能 maybe在家裡時間變多了啊 那你可能可以利用這個時間 可能多跟你的家人 多多相處 多多陪伴他們 那也可能 你也可以花一些時間啊 去聯絡很久沒有聯繫的朋友 甚至是那種遠方親友等等 我覺得讓自己把這個心沈澱下來 是一個滿好的方式 那當然在這個時間點 我們 大家都一定累積了很多了 即便只有幾天而已 但我已經累積很多這種 焦慮的這種空洞 這種龐大的空洞 很想把我吸進去 所以你可以藉由 讓跟朋友或親人叙舊 讓這些快樂的記憶又回來 然後快樂的這個時光又回來 然後這些快樂心情 去把這些焦慮空洞把它都填滿 讓你自己的 新生靈居處在一個 比較緩和的一個狀態上 我覺得也是一個滿好的方式 所以 總而言之 多花點時間 然後多陪陪家人 Well 第四點 其實 從美國回來台灣來講 我沒有太喜歡的是 我們台灣的媒體界這件事情 當然做YouTube 我覺得我不是媒體人 我只是在分享一些 自己的想法 跟經驗 給大家做個借鏡 但我覺得 嗯 疫情的新聞 其實 我感覺是有點鋪天開地 就是這種砸過來 然後 讓大家 會變得非常恐慌 跟恐懼 現在的狀況 但我覺得這個 如果大家要做一個 所謂的 聰明人 去閱讀這個 龐大的社會資訊 瀑布來講的話呢 我們能夠好好去辨識 那我們就可以避免 就是過度的恐慌這件事情 那 因為某個程度來講 我們如果恐懼這件事情 可能是大多數來自於 我們 無資嘛 或我們沒有有 足夠的資訊量 可以去辨別 真 或假 或 這件事情是往哪個方向去滾 或哪方向去延伸 或者它的破壞力有多大 或它的風險性 或危害性是哪裡 我們無從評估嘛 所以這造成我們的 對一件事情的無知 那因為 面對無知 我想每個人都會一定有恐懼 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 你可能要去思考一下 想一下 就是說 我現在的那個感覺 跟心情是不是 因為 我看到某個媒體 我因為每天都在看他們 然後我很相信他們 然後他們可能在玩弄一些 恐慌的字眼 像是 疑似什麼什麼 恐怕會什麼什麼 等這種 你可能沒有被真正 證實的一個內容 但坦白講 我們如果大家都 確實做好防疫的設施 理性來講的話 我們在對災情 不管怎麼樣 都是沒有問題 那這幾天就是看很多的 FB 很多的朋友的公司 私底公司都非常糟糕 然後 有些人就是 看他們的現金流到底 怎麼樣 我有一個網友 那 他的公司有在 三年前就進行一個 所謂叫 犯脆弱的策略 就是他 發現說他的公司 可能會有一個 脆弱點 所以他就開始設計一些規劃 就是目的說他發生一些 重大問題 不管是什麼時候 他都不會死 甚至能夠讓公司的 慢慢的成長 那 他進行了各種 分散風險的這種 新通路開發 就是確保說 萬一 某幾個通路掛掉了 他還是有 其他通路來支撐這個公司 那這個反脆弱的策略 就來自於 他很害怕 他很恐慌 未來會發生的事情 那我覺得 他那個恐慌跟害怕 做一個聰明人 他有一個策略去針對 如何解決 或舒緩他自己 對這件事情 所害怕的情緒 以我自己而言來講 跟大家分享 那 像08年 我自己在美國公司 有經歷 金融風暴 一瞬間就 把我的公司 直接撕裂 殺死了 那 現在來講 因為經歷過那樣子的 時空配期 那種很可怕的 遭遇 所以在看待現在狀況來講 我反而其實 已經在 四年前 就已經有確保 我公司有非常高的那種現金流 然後甚至那個厚度 不只可以成果現在的疫情 反而能夠針對 疫情帶來的新的機會 進一步的可能投資 比如說投資朋友的公司 或投資一些很棒的專案 甚至在公司 進一步的去擴張 甚至是請人等等 我覺得 我要講的事情是 針對不管是媒體 帶給你的恐懼 或者是你心裡 對這件事情的判斷 帶來的一些恐懼 我們都要誠實的去面對它 然後想出一些方法去 分散這個情緒跟解決它 那剛剛講的這些案例是 譬如說我朋友或我自己 我們因為已經有害怕 或者遭遇過 所以我們想出一些方法 去讓我們面對這件事情 不會那麼恐懼 然後可以很坦然的去面對它 那最後我回到一個 最後的 我感受很真的 一個心理層面 其實我認為我們這個社會 需要多一點通理心 然後多一點關懷 然後少一點仇恨或者是批評 我知道我知道 就是許多人啊 大多數的人對於 面對災情 他一定是展現很稠陋的一面 那對於譬如說 過整已經確定 已經得到了這個 COVID-19 有很大的仇恨 甚至是獵物 但是其實這件事情是沒有辦法解決 我們社會所發生的 種種問題 甚至解決這個疫情 我們其實應該做的要是 充實我們相關的這個 嘗試 知識 然後我們也給予其他人 關懷 以及鼓勵 我們要一起度過難關 那為什麼我會覺得 我感受那麼深呢 去年 其實三月疫情發生的時候呢 我住的這一層 一層只有三戶 我們這一戶的其他兩戶 都是外國人 都是美國人 那住在我旁邊隔壁呢 剛好先生就是爸爸 他剛好在美國出差 就困在那邊 困了很久 半個月之類的 後來他在一個 芝加哥Hotel的時候 困了好像 兩個月之類 都沒辦法去任何地方 然後 他就想辦法想要回來 那我講這個故事是要說 外國人最要回來講的話 他基於尊重 他其實是先跟他的老婆 請他老婆 告知我們這整棟人說 他們有人 要回來了 然後 美國那時候 疫情真夯嘛 那時候我記得是8月的時候 就是 超高的疫情嘛 但是呢 他也同時了 就是告知說 他會怎麼樣去處理這個問題 例如說 他會是 全身都包滿了 然後搭上飛機 一下飛機之後呢 那一個包滿的 直接就翻轉起來 然後就直接到一個垃圾桶 去直接銷毀 那他等於是全新的衣服嘛 那這衣服的時候呢 會到機場 然後機場他的老婆不會接機 他會有另外一個人員接機 但他老婆已經準備了一套全新的衣服 請他 噴噴噴噴 噴完他全身之後呢 然後呢 他又去換了一套全新 在台灣當地沒有問題的衣服 然後到一個 計程車 這計程車也是全副武裝 整車都噴完了 計程車司機也是包了滿滿 一路到 呃 我住這邊是士林區 然後到了士林區之後呢 他下來之後呢 後面是人車司機 然後跟他老婆 就是在這邊等著 一路他怎麼走 他後面馬上就噴噴噴噴噴噴噴 一路到他的坐電梯上來 然後既然電梯整個都噴滿了 然後到他們家裡 然後他們家裡的所有人 三個小孩 還有他老婆全部都去Hotel住 住兩個禮拜 他先生就是爸爸就是在他我哥家隔壁 就住整整兩個禮拜14天 自我隔離 那所有的早餐午餐晚餐 就是他老婆 噢 上來之後呢 也是全副武裝 然後帶著拎著那個便當盒 就放在他們家的門口 所以呢 唯一那位先生能夠出來就是打開門 拿一下便當 關起來 就沒有了 OK 這一套完整的程序 OK 去年是我寶寶也剛生出來沒有多久 所以照理來說 我也是 應該也是很害怕 很害怕嘛 可是因為跟他們有聊完了 聽完他們的步驟 然後一起討論 我覺得 perfect 完全沒有問題 我很放心 但是基於公益 我們還是告知了整棟 雖然說這個整個程序 只會到我們這一層而已 可是還是告著大家 大家一起開個會 結果你知道嗎 在這個會議中呢 我發現說有一些 比較年長的前輩吧 他們就發現說 那個感覺 因為我是 做英文翻譯的 中文到英文英文翻譯的 去做個交流的翻譯官 所以在這一棟 大家一起溝通的時候 我會感受到 很多的不散 很多的不信任 我覺得 這件事情要拆成兩件事情來看 第一 對方在這個程序上 有沒有任何 帶給任 其他人 這個社區 這一棟大樓 或其他任何 風險任何地方 我們可以針對這件事情討論 去完善它 去避免它 我覺得是OK的 可是因為某些人 自己的一些不安定 或者是不舒服的 這些個人的情緒 而就完全擋了這件事情的話 我覺得也是蠻奇怪的 因為等於是說 好像是某些人 他在外面就好 他就不要回來 等到疫情完之後再回來 所以你意思是說 你要人家爸爸 見不到他的家人 他的女兒 不知道多久 一年兩年三年嗎 好像也不大合理吧 對不對 然後 你要說 他自己沒有資格 回到他自己的家 這感覺也是蠻奇怪的嘛 好 我們 換一個方向來講 將心比心 如果你 質問自己 如果 我想要回去 我自己的家裡 我想要見我自己的親人 但我的房屋措施 都是做的 是100分 沒有問 但是因為某些人來擋話 這好像也不太好吧 所以那個時候呢 因為做一個兩邊的 翻譯官 我的感受非常深 因為我覺得說 如果 大家能夠一起去 多一些了解跟認識說 這疫情到底是什麼樣的狀況 我們怎麼樣去抵抗他 然後呢 我們並不是說 某個人得到了 就說 哦 哈哈 他得到了 不關我的事 好險不到我身上 我安然沒事就好了 我覺得這個心態 其實不是太好 不管是對自己 對周遭人 對我們 小朋友 就是未來下一代去看 都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我認為我們這個社會 需要多的是一些 關懷跟鼓勵 假設我隔壁 要自己做一個疫情隔壁來講的話 我覺得我能夠幫忙的是 我能不能幫他買店的便當 我只是東西放在那邊啊 我一定不可能得到什麼病 就只是買東西 放在那邊而已 然後再噴噴噴噴噴噴 確定他咯 殺菌了 然後我就關警門 就回到我房間裡面去了 我覺得這個是 一個作為鄰居 做一個社會的一份子 能夠做好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認為說 我覺得我們社會 缺的並不是姿勢 而是當某些人 他如果真正得到 例如說現在在醫院 跟大家一起 努力抗戰 這一些第一戰線的 醫療人員們 就是 非常感謝 而是 針對這些人 我們 並不是說 哎呦這醫療層回來了 哦呦 離我遠一點 而是鼓勵他說 你辛苦了 然後說很感謝你 然後 給他們鼓勵 如果他們需要什麼幫忙的話呢 去幫忙他們 我覺得以一個社會 我們才會真正的 當作一個典範 給不管是其他的國家 全世界看 就是說 我們不只是文明國家 我們的內心 一樣是有很好的 很純的 真善美 這件事情存在 那 相信 當我們社會有 一起有這樣子 一股正面能量之後 我們一定能夠 跨過這個疫情 反正這個世界 變了變去了 最主要就是 大家好好的 調適自己的心情 有效運用在這個空窗期 然後 去想一下 危機 就是轉機 我們遇到了 就要一起撐過去 那 全球疫情爆發以來 我們離 中國是最近 但我們卻成功的 守一整年 我們 守住了經濟成長 然後也讓 全世界認為 這是一個奇蹟 我真的是以我們台灣為榮 我相信 政府以及相關的 整理台灣的數字 都一定能夠 讓這個疫情回歸正常 所以就讓我們大家 乖乖配合政府的命令來做是 該戴口罩 就戴口罩 該洗手的就是繼續洗手 那 我也有聽說 我們 政府向國外採購的疫苗 也有按照 時程去進行 那我們 國產的疫苗的研發 也非常的順利 所以只要我們 不要驚慌 我們互相的鼓勵 然後我們 嚴謹遵守 指揮中心的規範 好好的做個人的防疫 我們的社區的防疫 跟互相的叮嚀 跟互相的幫助 互助 我們就一定能夠早日恢復正常生活 加油吧 我們一起撐過去 OK 希望這支影片 你們能夠分享到 你們認為需要的人 那有任何問題想跟我聊聊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 OK 那 麻煩幫我分享 按讚 喔 最後 切記 讓我們 戴上口罩 一起守護 台灣吧